第七题 又有个数据库的表格 Table 叫F3 里面装了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 首先这个CNAME是个子女来的 名称 而旁边这个 PNAME就是父母的名称 于是下面这个SQL的用途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选择Distinct 即是不同的 CNAME from F3 Where PNAME 即是PARENTS的父母 就是IN 就是这一堆 这一堆是什么呢? 就是SELECT PNAME from F3 Where CNAME的子女就是陈芬权 简单说的话这个SELECT就是选了陈芬权的父母 所以这个SQL找的是找什么呢? 就是找一些子女 他的父母的名称是等于陈芬权的父母的名称 而那个CNAME的子女是不等于陈芬权 即是除了陈芬权之外 他的兄弟姊妹 就全部找出来了 而第二个SQL要不重复地列出了陈慧芳的所有祖父母的姓名 所以先找了,究竟陈慧芬这个人 他的父母是哪一个呢? 所以SELECT PNAME from F3 找了父母之后 再有第二个SQL找回父母的名称 而子女 是等于陈慧芳的父母 所以看回陈慧芳的父母 就变成了子女 然后用这个子女的名称 找回他的父母是哪一个 那就是祖父母